台湾之光 宁宁 曾雅妮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这一季酒会呢 算是我们台湾运动界以及汽车产业里面 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个结合 因为呢 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台湾这个 现在应该是人心最旺的运动名声 也是全球 勾而无球界里面 最闪亮的这颗明星啊 我们曾雅妮小姐 这个从台湾开始出发以后呢 全台湾的这个人好像 好像心都是跟他一起纠结在一起啊 每一场比赛好像每一个人心都是跟他挂在那里的 那过去五场呢 这个世界级的大型比赛呢 过关展将 刚才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球迷 听到大家的这个形容啊 好像每一个洞 每一个杆子啊 这个现场每一位呢都是陪着他一起度过的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正式宣布的 就是我们像奥迪汽车这样子一个国际品牌 正式的要跟我们曾雅妮小姐呢 向全球宣布今天的这个合作计划 我们也很高兴呢 由曾雅妮小姐担任我们奥迪汽车 这个汽车比台里面各个系列汽车的形象大师 那我想这个活动呢 和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呢 也算是一个台湾运动这个体谈的一个创举 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今天这种活动大家的 也是我们奥迪汽车的这个marketing director 我们掌声欢迎 towel cm.我说那位 我是一个江湾迪汽车的 那么多云 好多云 来到好多云 And as a global premium automotive brand, of course, Audi is heavily involved in sports events and sports marketing 好,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看长哥,就是这些媒体,很多众伴的联统 但是今天这个记者会呢,感觉上已经过去有点很太一样 所以今天在这里呢,不是要有一个新款车子介绍给大家 也不是有一个新的这个展示中心要正式开幕 而是呢,今天要宣布给大家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结合 那当然,奥迪汽车呢,在这个全世界各大的运动的这个赛事上面 它的明显的这个显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了,在高尔普球体操里面也不例外 Talking about sports,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Audi has been able to win the famous 24-hour race of Le Mans for the 10th time We are really proud of it, and it was also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introduced a new Audi Lightweight Technology which is called Audi Ultra Successes like Le Mans do not only show Audi's passion for racing and sports but also prove that we are able to be successful in very different regions 我讲到这个运动赛事里面看到奥迪的这个出现 在这里也这个让他看一下新闻的跟大家提到呢 刚刚奥迪才在专业一个全球的赛车比赛里面和帮子这个赛车比赛里面 一个十小时连续的这个车比赛 奥迪在里面都夺冠 那在这里面夺冠呢 这个当然采用的一方面当然是这个奥迪他一向的这个兼顾的这个品牌的品质 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奥迪能展现了他们全新的一个技术 就是把各个把奥迪的车身以及它的这个引擎技术的这个重量大幅的降低 才能够在这次比赛里面得到非常优异的成绩 但是不止如此这个也呈现出了奥迪这个性财 在运动赛车里面发生呈现出的这种精神 of course the sporting side of Audi is very closely linked to our other brand values which are progressive and sophisticated and these brand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our cars but also exemplified by our brand inventors whether it's Lang Lang with this charismatic way of playing the piano or even won being an exceptional actor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奥迪是展现的一方面 当然就是在运动集团里面他们这种竞争力 哈 谢谢大家